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,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夫人安倍昭慧将在今天下午抵达北京,随后在北京开展一系列的访问活动。 访问期间,中国领导人将同安倍举行会见会谈,就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,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。 此外,今年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,此次中日双方还将在北京举行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招待会。 而在这次安倍访华期间,还将举行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官民论坛。 对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,相关专家曾经举例说,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,中日可以共同参与开发合作,将中国的价格、高效率等优势与日本的工程运营管理技术优势相结合,采取直接投资加对外贸易加融资合作的模式开展合作。 涵盖的领域也包括交通物流、能源环境、金融支持、新经济、互联网、医疗卫生等等。 此次论坛预计将会签署50多份成果文件。 问题是安倍首相访华,正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几40周年,所以中日双方都在举行纪念活动,温故而之心。 中日关系有四个政治文件,中日要视对方为合作的伙伴,不要把对方视作自己的威胁,要把对方的发展看作是自身发展的一个机遇。 中日两国都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坚定推动者,一直在捍卫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上有着共同的立场。 中方希望继续与日方一道,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,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,共同促进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发展。 谢谢。 谢谢。 谢谢。